或者直接測点都可以 旋转基准点选中心点 转42度 所以请你先复制一个C Enter 那因为是顺时针的 所以是负的 负的42 Enter 就转这边 再一样的方法再一次 42 上面有个角度有没有 考试这样就错了 好再一个旋转 旋转的话基准点这里 然后C Enter 角度多少 逆时针是正的 所以47.5 Enter 好 那里面有圆 圆的半径多少 有没有看到 这里R5 所以都半径为5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画圆 这边画5 Enter 按右键重复画圆 然后呢 把这边三条线 留 其实这个3也没有关系啦 为什么 因为到时候 这个中心点跟这个中心点 也可以没关系 这个修剪 修 修 那这边的话呢 修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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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这两个 进色 选这一个 这一个 基准点喔 这一点到哪一点呢 到它的中心点